而议会小辣椒迪布斯一赖则是直询张表示 每年县政府各局处都有举办活动 但细利度不够 虽然地震重创花莲 但花莲一定要趁这个时候推出旅游新模式 慢精品花莲的口号 它符合了花莲的精神 也让花莲的美与人文美食结合 才能够创造出花莲独特的观光旅游方式 县议员迪布斯一赖直询室表示 花莲观光资源布输台东 但台东观光已经走出了自己的品牌 走出自己的方向 花莲县也应该在这一次地震之后 推出旅游新模式 走出属于花莲自己的路 也让大家看到花莲依然美好 今天质询大概主要是两个重点 一个是我们观光转型的议题 另外一个是部落聚会所的一个进度 关于我们的转型的部分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面向 包括音乐节的转型 要有特色 那包括了Citywalk 就是所谓的城市可阅读 或者是这个漫步小旅行 单车小旅行 那另外还有所谓的运动观光的部分 其实对于花莲的观光的注意都非常大 只是怎么样执行 怎么样行销 怎么样做更细致的一个处理 这个是县府必须要有一些具体的一个政策 并且跟这个在地的这个民宿业者 旅宿业者跟观光业者 来做一条龙的一个服务 其实怎么样重建观光客对于花莲观光的一个信心 也是我们县府必须要朝向努力的一个方向 那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在地的网红IG的一个部分 其实县府也可以把这些这个资料拿出来 让他们成为花莲在地观光的一个代言人 然后让全世界借由这个平台能够看到花莲依然美好 那另外呢关于部落聚会所的部分 我想花莲市新城乡跟吉安乡 还有好几个部落因为土地没有办法取得的问题 我今天也提出一些看法 希望能够县府解决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问题 让部落聚会所在我的任期之内呢 能够有所着落 那另外就是进度的部分的追寻 也是我们非常关切的一个议题 县议员迪布斯依赖希望县政府能够尽快解决 让这些地区的部落族人都能尽早拥有属于自己的部落聚会所 记者综合报道